危机关头孟昊低吼 手中战兵向着那来临的火焰蜥蜴狠狠一展 双方在半空中默然碰触 与这庞大的蜥蜴比较 孟昊的身影微不足道 他的战兵之强 瞬间从这蜥蜴的头部展落 直接豁开 有凄厉的嘶吼从这蜥蜴的口中传出 可这本命本源形成的黑火蜥蜴太过强悍 孟昊这一展只能让他重伤却无法灭杀 这黑火蜥蜴嘶吼头颅一晃 正要忍着剧痛重伤吞噬孟昊 孟昊双眼一闪 手中战兵消失 妖兵荒肿出现 被他狠狠一甩 这妖兵荒肿化作一道妖光 瞬间临近 直接穿透黑火蜥蜴 黑火蜥蜴身体一颤 死死的盯着孟昊 身体轰然间竟崩溃爆开 可在这爆开的刹那 滔天的黑色火焰 如万马奔腾翻滚直奔孟昊淹没而来 眼看要将孟昊淹没在内 孟昊双眼闪动 生死危机强烈 头顶雷顶凭空出现 雷霆一闪 立刻他的身体就与远处一个五元一族换了位置 那五元一族瞬间出现在了孟昊的位置上 还没等反应过来 就立刻被来临的黑色火焰形成的火海 直接吞噬 发出凄厉的惨叫 形神俱灭 与此同时 这一族道尊也喷出鲜血 被孟昊的第七劲 第六劲直接中创 该死 他大吼一声 内心的憋屈到了极致 他分明比孟昊要强 可偏偏因对方掌握了一次主动 居然处处受制 此刻怒吼时 他身体一晃 融入那黑色的火焰火海内 火海漠然收索 再次形成了黑色火焰蜥蜴 只是气势却弱了很多 这火焰蜥蜴仰天咆哮 死死地盯着 在远处出现的孟昊 轰轰追去 孟昊暗淡 知道先机已失 他毫不犹豫 身体瞬间后退 没有与这一族道尊继续纠缠 对方本就是修为战力超过的 强战下去 也很难获胜 就算是禁法可以压制 但对方有了准备后 这禁法的作用 如今更多的使用 反倒暴露 且反噬之力 孟昊可以承受一两次 一旦多了 对他不利 此刻退后时 那一族道尊仰天怒吼 身体瞬间追来 他要杀孟昊的决心 此刻已然强烈到了极致 方才那一瞬死亡的临近 让他恼羞暴怒的同时 对孟昊这里再没有丝毫的小看 更是谨慎警惕 身体外有法宝环绕 若孟昊再展开第八禁 他有办法可以瞬间摆脱 想走 一族道尊眼中杀鸡弥漫 他身为第一天的两大道尊之一 地位尊高 此番久战无法灭杀孟昊 让他觉得极为羞辱 三十三天中 第一天大陆与山海界的战争 在这一刻彻底的全面展开 任何山海界的修饰 抬起头都可以看到 上方的无尽星空已经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磅礴的大地 这大地如黑云盖顶 笼罩整个山海界的同时 也散出惊人的威啊 甚至很多区域闪电游走 时而有剧烈的声响 回荡四方 至尊再战 来自第一天的一族至尊 正在与海梦至尊 于这第一天与山海界之间的星空 正在爆发一场惊天动地的生死斗 海梦至尊的想法是将战场落在第一天 而那一族至尊 则想要将双方战争的波动 扩散山海界 彼此之间的厮杀让星空碎裂 虚无化作风暴 一时之间道痕撕裂 规则碎灭 仅次于至尊之战的厮杀 则是在第四山海 地藏与一族主宰 曼蒂罗的交战 让第四山海内如陷入了火海 因罗大殿与黑色火焰齐名 地藏之墙凝聚无尽香火后 竟与这一族主宰是不分上下 第一天最强的四个人 如今有两位被牵制 余写的那两个异族道尊 一位化身五份 欲击杀各大山海主 可却事与愿违反倒被牵制 一样难分胜负 这一刻 第一天的四大强者 只剩下了最后的那位金甲道尊 他与孟浩之间的交战 一样成为了这山海界内的重要之争 与此同时 来自第一天的道尊强者 与山海界各家族宗门的老祖 都在彼此厮杀 战场无边 还有那些在第一天大陆 异族中的天骄之辈 此刻大都神色争鸣 杀入山海修士之中 所过之处似乎无人可以阻挡 可很快的 在各大山海界内 各个家族宗门的天骄之辈 也都冲出 进行阻挡 与击杀 巨象滔天 山海震动 第一山海界内 道境之战持续 其他境界的 一族与山海修士 都在厮杀 战场上有一位穿着黑袍的一族修士 全身黑色的鳞片 唯独眉心 有白色鳞片 修为古镜 可战力之强 横扫八方 至尊仙剑 不堪一击 早知如此 何须三十三天一起镇压 我第一天足以横扫 而这一次 我第一天龙西族七脉中 我龙山所在的第三脉 必定可战杀戮第一的手功 眼看着一族天骄所过之处 无人可以阻挡 其嘴角的轻蔑之意 越发明显时 一道白光 从远处呼啸而来 大言不惭 随着白光临近 一声冷横从内传出 化作一道身影 那是一个白衣青年 正是第一山序列 道天 他临近后 立刻出手 轰鸣间 那一族天骄神色一变 露出凝重 第二山 第三山 第四山 所有山海界内 类似的一幕都在发生 第四山中 地藏与异族主宰的战争 波及范围极大 可还是有不少异族降临后 在边缘与第四山的修士厮上 修士大军中 有一个女子 平静地被众人保护 这女子并非绝美 冷冷清清 可她的墓中如蕴寒星辰 一道道蜂命 从她这里散出 扩散整个第四山海战场 以一人之力 布局八方 将第四山海的力量 发挥到了极致 这有着杀伐之略的女子 正是许清 地藏不但自身修为高深 更是名师 许清身为她的弟子 在她的教育下 不但修为突飞猛进 更是显露出了杀伐之略的天资 第七山内 尽管绝大多数的修士 之前都遵从白主之命 杀入第八山海 可还是有一些人 没有参与 第七山序列与文坚 就是其一 她此刻仰天低吼 正在与降临第七山的 一族天骄 疯狂的厮杀 第九山海中 方家李家各大宗门 全部出动 孙海还有孟浩的姐姐 还有各大天骄 全部都浴血奋战 天骄之力 在这一刻 成为了各大山海界内 仅次于道境之争的璀璨 而孟浩的父亲 方家的族长 他尽管无法走出南天星 可南天星的阵法轰鸣间 所有来犯的一族 轻刻崩溃 战争 战争似乎并不是如初期所预料的悲观 提前的爆发 第一天的降临并不顺利 山海界的反击之强 也让第一天的一族大吃一惊 可这只是暂时的乐观 毕竟三十三天 这仅仅是第一天大陆的力量 尽管这第一天大陆的力量 超越了很多其他天大陆 且三十三天的至尊 加在一起也只有六位 可就算是这样 三十三天之强 依旧惊人 最重要的是 虽然至尊只有六位 可道境的与古境的数量 却是超过山海界数倍之多 综合实力极强 可山海界的底蕴 也绝非如表面所看的那样 毕竟山海界内 如海梦之尊 以及山海意志 都深刻的明本 与三十三天的战争 早晚会爆发 他们岂能没有准备 在这场战争爆发时 九座山海的三大道门 都有惊人的波动扩散 蓄势待发 而三十三天中 还存在了一层 尽管被三十三天所防备 可一样也重视的第三十四天 那是如蜂界 如蜂主宰 当年的主宰 未必没有可能 在脱离了山海界的封印 与压制后 成为至尊 与此同时 在这山海界内 在第一山 第三山 第五山中 星空内尽管大多数区域 都处于战争中 可却有一处 漂浮着三座沧桑的大殿 这三座大殿的牌区域上 分别有龙飞凤舞的大字 散发古朴之光 太灵殿 道神殿 展天殿 此刻在这三座大殿内 分别坐着两个身影 都是一老一少 老者如雕像 少者四天骄 山海乱 请站 师尊 我身为上一代序列 封印至今 还请师尊解开我的封印 让我去站 我展天一脉 本就是为了此站而存 尊者 请为我解开封印 三座大殿内 在这一刻 从那三个看似少年的身影口中 都有声音传出 向着他们面前的老者 全部跪拜下来 可这三老都沉默不语 似乎在等待着 封印的到来 第九山海内 南天星上 李之阵法的波纹覆盖中 一处山林内 巅峰处 有一个穿着白袍的老者 正默默地站在那里 他抬起头 望着星空上的第一天大路 目中有奇异之芒闪耀 这场战争 才刚刚开始 这老者 正是水东流 轰轰之声 在第八山海内回荡 梦号身影如闪电 头顶雷顶 往往电光一闪 立刻就与他目光所及的 异族 刹那换了位置 他身后的金甲异族 道尊 追击中 双目赤红 愤怒之意滔天 以他的速度 本可以追上梦号 可梦号的 移行换位 太过惊人 哪怕这星空内波纹回荡 很是混乱 可依旧没有丝毫阻碍 甚至越是混乱的战场 对于梦号来说 就越是可以让他的身影 鬼神莫测 去任何地方 只要那里有生命存在 梦号就可以刹那出现在任何区域 那金甲异族的追击 根本就于事无补 其梦号心机深沉 他本可以大范围的拉开距离 可却偏偏没有 而是始终保持一种 让那金甲异族道尊 认为可以追击的范围内 这就使得金甲异族道尊 很难去下定决定 放弃梦号 转投其他战场 只会逃顿吗 我看你能逃多久 身穿金甲的异族道尊 化身黑火蜥蜴 怒吼时身体轰然溃散 化作无边火海 翻滚中横扫八方 速度更快 更是在那火海内 有无数符纹闪耀 每一次闪动 速度都会更快 刹那临近 梦号身体一个挪移 避开时 他身后轰鸣淘天 一股热浪呼啸而来 梦号面子难看 道尊的战力 让他意识到自己的不足 可惜 如果肉身可以突破 那么我的战力 哪怕不再灭灯 也可以与道尊一战 梦号身体再次挪移时 那火焰中传出冷笑 笑声回荡时 那一族道尊的身体 漠然地从火焰中出现 身体瞬间膨胀 眨眼就到了千丈之高 如巨人屹立在星空中 脚踏火海 手中有黑色的闪电 全身鳞片重新生出 尾巴与身齐长 头顶两根脚让虚无扭曲 全身上下 散发出逼人的威啊 杀我足地 我让你行神俱灭 金甲道尊低吼 迈着大步 脚下火海轰鸣 也不知他展开了什么神通 速度暴增 轰隆隆下 向着孟号瞬间来临 孟号立刻后退 二人呼啸间 锁过之处 一片轰鸣 在这第八山海 急驰而去 甩开此袖 不是没有办法 可一旦 他去了其他战场 孟号皱起眉头 心底一探 击杀此人 我或许做不到 不过将其困住 又或者封印 还是有些办法的 只是需要一些天时地利 这里是第八山海 天神联盟 孟号双眼一闪 他想到了一个地方 而是 神联盟 这是 祝福黄 我争论的 神联盟 一路